我给你说 这里的性价比超高 这里的一个肉串 抵得上外面的一个半 我看是你的性价比高 小份的都硬要成大份了 这你就有所不知 我是这里的大客户 我在这儿吃了六个 是吗 老金台阶 老人好 小新台阶 就慢走 叔叔 张云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刚好路过 所以顺便来看看叔叔您 叔叔 您穿这衣服真帅 好合身啊 好了 你别挖苦我 你是来这儿看我出洋相的 没有 我还在工作呢 有话快说 什么事 叔叔 东旭哥是不是不喜欢喝酒 也不喜欢喝酒的女生啊 是我哪知道 你大老远的就是为了这件事跑来的 也不是 这种事你得自己去问他嘛 不敢问他 问什么 我怕他讨厌我 你怎么知道他讨厌你 因为他看见我负罪过 好 你放心 我们家东旭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真的吗 好了 我还要去忙了 你也赶紧回去吧 没事 别到这种地方来 你的孩子家 叔叔 干吗 我今天来的事您可千万别跟东旭哥说 知道 知道 好 叔叔 再见啊 再见 叔叔 工作愉快啊 好 小心台阶哦 好嘞 再见 你都已经喝两瓶了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两瓶算什么 两瓶只是刚刚速口 第三瓶才是正式开始喝 我看你还是别在医科了 我就是想要当一名外科医生 我才去考得医科大 告诉你个秘密吧 我的初恋就是救我一命的医生 说得跟言情小说一样 那当然 我当时高一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夏令营 然后我们去的是一个福建的小岛 那个岛上条件特别差 特别惨 我又不幸得了蓝尾炎 他们就把我送到附近的一个卫生所 那里的医生从来就没有动过手术 又加上那个时候又是排风季节 外面狂风大作 根本没有办法把我送到更好的医院 就在我疼得快要死掉的时候 奇迹发生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吗 当然不知道 就是一名正在休假的医生过来拿药 他自高奋勇地给我动了手术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一睁开眼 第一眼就看到他 然后我就喜欢上他 嗯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缘分 我为什么要得蓝尾炎呢 就是为了遇到他 那然后呢 然后 为了再次重逢的时候 我不以仰视的姿态去见他 我就去读了一颗大的 我要以平等的姿态站在他的旁边 不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吗 就是为了见到你 我才走到了这里 别说得这么美好 那为什么现在在你身边的不是他 而是草食男啊 我这不是还没有遇到他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你是孤儿 又没有家庭的束缚 因为 因为我还有一个惊天大秘密 我不能一次性告诉你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家了 我明天早上六点的班呢 早上六点现在还喝酒啊 你还说你是医生 你这就不懂了吧 我跟你说啊 以医水上面来坚定 这个上面写的是疲劳恢复剂 不信 你试试 别喝了别喝了 来嘛来嘛 干杯干杯 别喝了 别喝了快回去了 别喝了 eles 没吃饭的 我还没吃饭的 在家里面一直不渴一直不渴 门都不让出 那就努力再加倍吧 如果你明天跟后天还想出门的话 哥 你怎么知道我明后天要出门啊 喂 哥 哥 你告诉我呀 你怎么知道的 哥 你怎么又进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要是再随意进出我的房间 你就把我辞了吧 李老师 你也太小气了吧 我拿几本自己的书都不可以吗 吃饭了吗 我需要跟你汇报吗 李老师你太有意思了 我问你问题你就回答是什么 是还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干嘛要这么回答呀 你干嘛要这么回答呀 让我感觉你好像 还想多跟我说几句话的意思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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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